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所 则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 《量力宝藏论》当中第七品 第七品讲香味 前面第八 第六品讲的香素 香味 世间上的名称来代替 就是说的是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或者食物与食物之间 也会产生一些矛盾 所以所谓香味的意思 就是矛盾的意思 我们学习这一品以后 当然能了解 香味的这些方方面面的道理 同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香素品一样 一定要会深深地了解到 一切万法在本质上 食物的自相上 根本不会有香味的 所谓的香味 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执著而已 这一点因明当中 觉得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学习一名 应该对万法违心的道理 会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 这是我们这里 学习的一层内容的目的 还有通过这一品的了解以后 应该知道一切万法 在本质上是没有矛盾的 人们常常维持这样的执著 从而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真理 会生起真实不畏的信心 因此我们学习一名的人 应该逐渐逐渐对法 对佛 对圣教会生起不共的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 你的见解也是越来越稳固 所以我也是想 这次我们听受一名的人 虽然我讲得不太好 但是所讲的内容 应该说是非常的殊胜 这样以后逐渐逐渐 我们在座这些人的相续当中 也一定会生起真见 这种真见 跟我们世间一般的一些 依靠自己愚者的信心 所得到的真见 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 就像《定戒报道论》 里面所讲的一样 自己反反复复观察当中 所映出来的定戒 这种定戒不容易摧毁 不容易褪色 所以我想这次学习一名 应该说对有些人来讲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 现在有没有什么感觉 以前我们学了 留品学完了 但是所谓的闻思业 有时候也并不是马上见到成效 不一定是力甘见义 但是在你的相续当中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你到一定的时候也学会了解 哦 原来我没有学习一名的时候 对佛的真理 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真心 但现在我的真心 永远也是不可中养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作用 这就是我们学习一名的宗旨所在 因此大家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也是对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的真理 一定要会产生真见 产生定戒 这一品当中 首先众说香味的法相 和实相的详细分类 从两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香味的中法相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做香味呢 当然香味也是 跟前面的相授一样 应该在千语世面前安立的 如果没有千语世面前安立的话 所谓的香味也是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事物的本质上不存在香素 也不存在香味 本质上是不存在的 在我们的千语意识上安立的话 不管是什么一个法 如果这个法 对某一个法有危害的 有伤害的 对他的发展 他的产生 对他的相续不断的存在等等 这方面有一定的危害 那么这就是他的违凭 所谓的违凭和被违凭 这两者法互相相为的法 因此我们前面讲 香素的时候 任何一个法 他如果不舍弃另一个法 这就是香素的法相 我们前面讲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 任何一个法 如果他妨害另一个法 这就是所谓的香味 所谓香味的重的法相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比如说火和水 光明和黑暗等等 这些应该说 直接有一些违凭 互相都有害的 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 另一个东西是根本不可能 与他的同体 或者是接近的方式来存在 这就叫做所谓的香味 那么下面 他的思想详细分类 也是从识相的角度来分 中所和别所分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说中所的时候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所有的香味可以包括在 不并存香味和护惧香味 还有些论典当中 加上一个正量香味 就是正量香味 但是实际上正量香味 也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当中 这两个香味当中 从众的方面来讲 未凭有识法 实际上是不并存香味 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事物是存在的 比如说火和水 这两个火的微尘和水的微尘 两个存在 这两个都是有识法 那么这两个有识法 互相不会并存的 不可能同一个地方存在的 这叫做不并存香味 或者说光明和黑暗 或者无恶的智慧和增益 对质和所断等等 这些全部是 未凭是有识法 未凭是有识法 有识法的这种两个物体 不可能同时存在 从我们总体的一些比喻来说明 比如说两个人与人之间有矛盾 那么一个人来了的时候 另一个人就不想坐了 然后他也马上就坐了 这叫做不并存香味 哦 如果这个人在这个部门发心 我不愿意到这里 我可不可以改喊 我可不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 因为他们之间 有一个不并存的这种 如果一起共存 就觉得不舒服 比如说他在这边吃饭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包括有些人 稍微有一些矛盾的人 就可以看得出来 本来是他就坐在这里 然后有矛盾的人来了以后 与他 跟他一起 永远都不会坐的 他非要跟他离得 远远地他坐在这边 说明这就是所谓的 不并存香味 不并存香味 这是因为他的违品有失法 这叫做不并存香味 然后什么叫做护觉香味呢 护觉香味的违品就是无失法 珠子和非珠子 珠子和非珠子 珠子是存在的 是有的东西 他的违品就是非珠 非珠子的话 那么在这里也就是说 珠子断开的无失法的部分 这一点就是无失法的部分 那么木彭仁波切和 我们萨迦班智达的观点 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名前派的有些论师 还有一名后派的一些格罗派的论师 他们的有些因名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凡是他体的东西 就是护觉香味 比如说珠子和贫子 黄色和白色 或者是世间当中的 牦牛和绵羊等等 凡是他体的东西 都是护觉香味 也有这样的说法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以前有些论师 在不同的论典当中也这样说的 比如说珠子和贫子 为什么是护觉香味呢 因为珠子并不是贫子 所以从贫子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是非珠子 这样以后 珠子与非珠子 既然不并存香味 那么贫子不是珠子的缘故 因此它们之间 应该有一个护觉的香味 所谓的护觉 是他 根本不是他的 也可以说已经完全 断绝了另一个本体 所以对方的观点 这样认为的 从我们 从一个角度来看来 他们说的也是对的 确确是黄色不是白色 那么从白色的角度来讲 应该黄色说是非白 然后牦牛并不是绵羊 所以从牦牛的角度来讲 绵羊也可以成为非牛 这样以后的话 那么我们护觉香味 也是在这样 塔体的法当中可以成立 因此以前 英明后派的一些论师们 尤其是他的一些音论学当中 经常有 凡是塔体的东西 都是护觉香味 当然我们去年中观的时候 也是做过一些分析 实际上这是不太合理的 不太合理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音名当中 都说他的微品无事法 如果诸子护觉香味的 微品无事法 那么这个品质也成了无事法 但这个按照 音明经论的观点来讲 也是不适合的 那么我们自从怎么样解释呢 因为他的非品 实际上是断开品质的无事法 也就是说无质的部分 无质的部分跟品质 应该说是护觉香味的 并不是说凡是非品的 所有其他的有事法 全部包括在微品当中 不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的观点 应该这样来理解 如果你没有这样来理解 实际上凡是他体的繁体 和他体的尸体 全部成了护觉香味 如果这样一来 那么因和果也成了护觉香味 因为种子的繁体 并不是果 所以种子和果实 如果说是护觉香味 护觉香味 这两个是香味的话 那么不可能变成 净取因的关系 有净取因的关系 是不可能有的 那么第一刹那间的心 和第二刹那间的心 从它本体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一体呢 应该承认 是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从因和果 完全是他体的 那么他体的角度来讲 如果是护觉香味的话 那么第一刹那间的钦刻和 钦刻的种子 和第二刹那间的钦刻的果 这两个都是 应该成了护觉香味 香味当中 如果是香味的话 果和种子 没有相受 彼生相受的关系 而是反而有一种 香味的概念的话 那这是世间当中 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因为果和种子 千万不能说是香味 如果香味的话 那绝对不是相受的 但是我们人们 大家都共同承认的 因果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相受的 谁也不会承认 它是香味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不好解释 因此萨迦班智道下面 也会解释 凡是他体的东西 不一定是香味 有些有香味的 有些有香素的 有些也不是香素 也不是香味的 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的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凡是他体的东西 全是矛盾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我们有几个人 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很好 我们之间有关系 然后我跟这个人之间 关系不好有矛盾 我跟那个人之间 也没有什么好的关系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矛盾 只不过是我们之间 受不相受而已 也有这种情况 因此从世间的 明言的这种说法来讲 既不是香味的 也不是香素的 这种情况 我们世间当中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一名 撒迦派和尼玛派的应该是 根据自重来案例 所谓的他体不一定是护觉香味 如果说是护觉香味 有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 所以我们暂时 大家应该这样来理解 如果没有这样理解 这是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也说过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能宣说语言者 他也是辨知 那么从辨知和说话两个 不同的梵体来讲 应该是他体的 如果说是他体的话 那么法成论师的音名里面 已经说了 佛陀既能说话 也是辨知不香味 说得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们说凡是他体的东西 全部是香味的话 那么佛陀说法的梵体 跟辨知的梵体 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梵体 这样一来 完全也可以说 很明显地违背了 法成论师的自重 法成论师自己的程序 这样以后我们 谁也不敢说 法成论师他自己有自强矛盾 谁也不会这样说的 因此这种说法 应该说是不成立的 在这里灌带对境 灌带对境 一个是太微凭 有失法 一个无失法 灌带不同的对境 我们这里的香味也分成两个 一个是护觉香味 另一个是不并存香味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看清楚 下面说别说的时候 首先讲不并存香味 然后讲护觉香味 首先不并存香味 分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然后首先讲到 不并存香味的法相是什么 这个法相就是破他宗和见利子宗 分两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是破他宗 别的有些恶意识等等 论师们所按理的法相 不太合理 他这里是这样说的 虚不并存能所害 如今分析非盈利 有些论师认为 所谓的不并存香味 所谓的不并存香味 存在于两个十法 成为能害 所害的这种关系 就叫做不并存香味的法相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意思就是说 这种存在两个法 存在两个法 实际上是成了能害 所害的关系 他们之间成了能害 所害的 这样的这种法相 叫做不并存香味的法相 别人是这样按理的 但是这样按理的话 如果我们从种的一些 一般香味的概念来讲 也是可以的 因为一般香味的概念 实际上能害 所害的东西就是香味 所以不加详细的观察 从一般的概念来讲 这样按理也是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们 详细观察 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这种香味 一定要按理在一个法相 这样能害和所害 这两个法 集聚在一体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能害和所害 分开按理的话 那么应的法相不是果的法相 果的法相不是应的法相 所以这种法相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详细观察的时候 这是非理 为什么非理呢 能害和所害 比如说有两种法 一个法如果成为它是能害 它的力量比较强 然后它可以成为能害 但是在那个时候 它根本不可能成为所害 如果这个法的力量 比如说火的威尘或者水的威尘 它威尘的力量很薄弱 很薄弱的时候 虽然这两个法之间 这个时候它已经成了所害 但是那个时候 根本不是能害的 所以说在两个法的过程当中 其中的一个法 当它成为能害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所害 当它成为所害的时候 也根本不会成为能害 所以在一个法的本体上 观在另一个微品而言 既是能害 也是所害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这个大家应该搞清楚吧 因为所谓的香味 就像火和水一样的 那么我们从火的角度来讲 当它能害 什么叫做能害呢 因为火比较大的时候 附近的水全部都马上干了 所以这个水叫做所害 火生然的时候 水已经马上干了 那么火当成为能害的时候 它根本不是所害了 同样的道理 当时的水变成所害的时候 它根本不可能变成能害的 所以一名前派的有些论师们 说他们之间光说能害 所害 这个概念是非常笼统的 到底是火的法相 还是水的法相 如果火和水两个总体的 就像外道所成人那样 中相的这种概念 在这里也是没有的 然后如果分开 能害的法相是这样的 所害的法相是这样的 那么所谓的香味 香味的法相到底是怎么样 你看分开的时候 都是你这样给它按理法相 但是你综合起来 所谓香味的法相到底是什么样 这样一说的时候 对方也是很难解答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方所按理的法相不合理 不合理的原因 就是能害 所害的通体不存在 简而言之可以这样来理解 能害所害的通体的法不可能存在 既然说没有通体的法 那么所谓的香味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 途径来按理的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理解 当然这个完全是 以通过对境来按理的 如果没有通过对境来按理 光是从自己的潜意意识上 凡是能害生活 浮现有害的这种关系 叫做香味 这样大概的概念下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样下一个简单的概念 也是也可以的 但是从依靠对境来 严格地这样分析的时候 就绝对不合理的 原因是这样的 那么萨迦班知道 他自己的这种法相 下面就是按理自众 自众没有这种过失 而且我们自众应该这样承认 所谓的能害和所害 不可能同一个世间当中 偏称 通体的方式来存在的 就像是银和锅一样 灌带前后 它是塔体 当然这种塔体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塔体 应该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这一体的塔体 应该是这一体的塔体 那么这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家也应该清楚 能害所害所 我们这个因明当中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因和果之间能饶益和所饶益 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现在 现在显微的两个法 一个叫做能害 一个叫做所害 那么力量比较强的 强的叫做能害 力量比较弱的 叫做所害 就像美国总统布什 叫能害 然后撒旦姆叫所害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他强的弱的 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 肯定有矛盾 所以火和水之间 一个事物存在 它的力量强大的时候 叫做能害 另一个事物 力量就薄弱了 这个叫做所害 但是它们之间 就像是银和果一样 应该是塔体的 怎么说是塔体的呢 就是当你能害的这个法 存在的时候 所害的这个法 逐渐逐渐会毁灭的 依靠这个能害 灭除它 要么赶走 要么从我们世间的角度来讲 可能是也有这样的 但是在这里 因明当中的这种香味 应该说是不像我们世间当中 所讲的那样 也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能害和所害关键 就像是银和果一样 银和果 我们刚才也讲了 就是当它银的时候 应该说不是果 果的时候不是银 从严格分析 它们的本体不是一样的 但是那么能害所害 是不是 银和果那样 互相成了进去银呢 这都不是 也不是这样成为进去银 只不过是依靠一个 另一个 就马上产生了 另一种本体的这种变化 这叫做是能害所害的 那么什么叫做 它这里的能害呢 就是将对方变成没有能力的 所以这个叫做能害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下面也会讲的 第一个刹那 两个香味的物体想接触 第二个刹那的时候 当所害的物体没有能力了 它再继续产生的能力 没有了 第三个刹那的时候 它的所害 再也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就像是火非常强烈的时候 火和微波力量的水的围成 这两个第一刹那的时候接触 第一刹那的时候接触 二刹那的时候 火的二刹那不断地 继续生亡 继续产生 而水的二刹那 它力量就微波了 到了第三刹那的时候 水的相续已经减断了 而火的相续不断地产生 所以对方就变成无力了 如果没有遇到这种违品 它永远都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可是遇到这样的违品以后 那么它再也没办法下去了 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实际 外境上的一些香味和心上的香味 下面还是有不同的劣别 总的来讲 我们这里要了解 什么叫做能害 什么叫做所害 它这里所谓的能害 将所害变成无有能力了 无有力量了 这样的因 叫做能害 所以我们自重香味的法相 大家应该这样来安理 没有两个食物的话 这个香味是没办法安理的 但是你要安理的时候 一定要从能害 和所害的角度来安理 不能一个法的上面来安理的 我们对因果和果的法相安理的时候 也是能饶益和所饶益 能产生与所产生 以这个角度来安理的 不可能只有一个概念来 因果果全部都已经覆盖了 没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是讲能害 所害的法相 下面香味存在的对境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世香味 还有一个对它遣除争论 就是遣除争论 第一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不并存香味 不可能是一个物体 而且因为一个物体 你叫能为所为 能显微和所相 或者能害 所害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我一个人 我自己对自己有矛盾很厉害的 矛盾很尖锐的 没有这样说法的 我一个怎么会有 就像我们那天讲的相受也是 一个法不可能有 他本身的相受 不可能有的 所以起码也是 要相受两个法以上 我们这里香味 也必须要两个法以上 才可以香味 所以第一个 一个法是不可能香味的 而另一个法 如果是无视法 在这里不并存香味的 这种说法也没有 因为不并存香味 实际上原来它的本体是存在的 最后它的本体 不能与它共住的 这样两个有视法的角度来安立 因此所谓不并存香味的威平 它的对境一定是有视法 就是涉及到有视法 有视法的一种能害所害 那么这样能害所害的关系 实际是从相续的角度来安立 能害所害的这两个关系 一定是在 事物的相续的角度来安立的 并不是刹那案例的 如果刹那案例的话 那么第一刹那间接触的时候 马上要产生能害所害的关系 但是这个事物的本质上来看 没有这种情况 因此他这里说 这种香味应该是相续当中的香味 因为所谓的相续 大家也清楚 就像我们相续 一个刹那不叫相续 起码也是三个刹那以上 才叫做相续不断 就像我们众人一样 众人一个不叫众人 两个 三个以上 这是众多人 众多的意思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相续也是不断地上去 起码也是三个刹那以上 叫做相续 这样以后 所谓的相续 在相续上安立相位 而刹那上它的相位 没办法安立的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依靠刹那 它需要有一种能上所胜的关系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既然他们之间 有能上所胜的关系 香味也是不是变成因果 是不是跟我们的种子 和妙牙之间的关系一样 依靠一个 产生一个 那这样是不是依靠火 产生水 依靠光明 产生黑暗 那这样他们两个之间 有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 没有真实的因果关系 只不过我们在说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叫做能上所胜呢 比如说第一刹那的光明 和第二刹那的光明 这两个都出现 这两个都出现的时候 因为依靠光明的力量 比较强的原因 第二刹那的时候 黑暗变成没有能力了 然后第三刹那的时候 原来的黑暗就产生了 再不能相续 延续下去的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依靠光明而产生的 所以这叫做 能上所胜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 既然是能上所胜的关系 那么光明成了 黑暗的金取因 那么水尘变成了 火尘的金取因 那这样世间所有的万物 它的规律都已经混乱了 因为香味的法 也是能上所胜 香树的法也是能上所胜 那全部最后都 变成能上所胜了 没有这个意思 它这里实际上 虽然说是能上所胜的关系 但是所谓的能上所胜 应该是依靠一个事物来 另一个事物 变成无有能力 再没有办法下去 也就是说 让它产生了什么样呢 不像以前的那种 相续不断地产生的 而以前的相续 变成无有任何产生能力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刚才能海的光明或者能海的火来 使对境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叫做香味 这一点并不是在刹那上安立的 这种香味不是在刹那上安立的 这种香味应该在相续上安立的 如果是刹那上安立的话 我们下面也还有这方面的辩论 没办法安立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样香味的法相 实际上也是 光明和黑暗之间 好像在知识当中 也有这样的辩论吧 那么光明和黑暗会不会变成 真正能上所上的关系呢 没有这个关系 因为我刚才所举的例子 就是第一刹那的接触 第二刹那的物理 第三刹那 再不能延续下去 这叫做能上所上 这叫做所谓的香味 还有呢 如果变成没有能力 那这个成了香味 因果关系的话 比如说青口的种子 他不能产生道的妙芽 那么道的妙芽 对青口的种子来讲 没有能力 是不是这种没有能力 也是香味呢 并不是 因为青口不能产生道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像刚才那样 有了这个事物以后 另一个事物原来的状况 从根本上有着变化 而失去了它的延续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能上所上 大家还是要理解好 否则我们妙芽和种子之间 也有能上所上的关系 光明和黑暗之间 也有能上所上的关系 那么黑暗当中 是不是产生光明 光明当中 也是不是产生黑暗呢 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有了光明的话 原来黑暗的相续不存在 实际上在这里有一种产生 但这种产生 并不是我们因果当中的产生 但是它这里的产生 是有一种具有缘 比如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吧 黑暗的第一刹那当中 产生第二刹那 第二刹那当中 变成物理 这些都是黑暗 它自己的金取因当中产生的 然后到了第三刹那的时候 黑暗的金取因 最后都已经灭尽了 没有了 但是那个时候 为什么刚才变成第三刹那的时候 它要灭尽呢 这个是我们的光明 对它做一个具有缘 具有缘的这种作用 光明也对它起了一个作用 就像瓶子 本来刹那刹那地在无常 但是这个铁锤在旁边 对它起了一个让它的相续 再不能继续下去的一种作用 这叫做具有缘 所以它这里变成具有缘当中 也有香味的食物 也对它起具有缘的作用 当它毁灭的时候 香味的食物 对它起这样的作用 也是有的 下面就是说 正论方面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 遣除观察对境则费力者 正论和 遣除观察尸体则费力者 正论分两个嘛 一个是观察对境 一个是观察尸体 首先是观察对境则费力的 这种正论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若刹那 为刹那若不香味 相续不成为费力 对方是这样说的 他们说 外境的刹那 如果是不香味的话 那么你们所谓的 相细当中的香味 也不应该成立的 因为本来相续 从某种角度来讲 相细所谓的相细都是假的 有关大乘论典当中 也不是这样讲的吧 所以讲 像《俱舍论》里面说的那样 所谓的相续 就像军队 莲珠一样 它也是没有实在的尸体 这样以后 既然说是刹那上 没有香味 那么相续上 香味是更不合理的 这一点无法安理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 这样一个疑问 下面我们回答的时候 是这样的 虽然从事物的本体上 也可以说没有相续 所谓相续的实体 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依靠浅浅的刹那当中 产生前所未有的 后后的产生 这人们叫做相续 人们把它称之为相续 但是我们所相伟的时候 能遣除者 能毁灭者 意思就是说 本来是依靠浅浅的刹那 后后的 前所未有的这种本体 不断地在产生 但是这种人们都争以为相续 当然实际当中 没有一个所谓相续的实体存在 但是人们把它称之为相续 但这种相续 如果第三刹那以后 再不能继续下棋 如果推翻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相续 就是相续的 相续的 所以我们自从根本不会 你们所说的那样的过失 根本不会有这种过失 没有过失 虽然一切事物 在本体上面 的确也是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没有相续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这个跟相续 有点不相同 你看火和水 如果在本体上没有相续 一个存在的时候 另一个不存在 那这是根本不合理的 应该在食物的本质上有香味吧 有些可能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分别念价值而已 本质上所谓的香味 这一点是不存在的 如果本质上香味是存在的话 那么他们第一刹那间 第一刹那间接触的时候 互相都应该从食物的本体上不存在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第一刹那的时候 他们接触 第二刹那的时候 后来它的相续 不能再继续下去的这种过程 我们的分别念 把它安立为香味的 因此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所谓的矛盾 或者是人与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 你真正用自己的智慧观察 到底什么叫矛盾 两个应该讲 有能害 所害的关系才叫做矛盾 但是如果真正能害 所害的关系要成立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因果一样 当你能害存在的时候 所害就不存在 这完全是用一种因果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因果的关系 能害所害的香味也不能成立 比如说 我们说 火和水香味 为什么香味啊 然后第一刹那间 火和水接触 接触的时候 第三刹那的时候 就是水打的话 火打的话 水已经灭了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他们两个是香味的 那么这个时候 火存在的时候 另外那个不存在 水存在的时候 火不存在 所以这个根本不知道 因此我们人与人之间 所谓的矛盾 如果从他的相续 刹那来严格观察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有 实体当中的矛盾的本体存在 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再三地去思维 所以这个颂词 大家解释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 对方说的是 你们刹那 如果是石油 相续当中的香味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说 相续的这种香味 有什么不合理的 完全是合理的 本来所谓的相续就叫做 依靠前前而产生后后 前所未有的这种食物 这叫做相续 但是有两个食物 香味的食物存在的时候 另一个食物的相续 再不能继续延续下去了 这就是香味 所以香味的概念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下面就是说 从实体 从观察实体的角度来讲 不合理 这个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观察宣说对方的观点 和对他进行回答 宣说对方的观点是这样的 这里就是对方的观点 对方的观点就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火的微乘和水的微乘 火的微乘和水的微乘 本来两个香味的微乘 两个香味的微乘 他们两个会不会同时并存 同时如果并存 你们不是说不并存香味 不并存香味 所以这个观点 完全是不合理了 因为火的微乘 第一刹那间的时候 火的微乘也有 水的微乘也有 这两个如果他在一刹那间当中 可以一起安住 那么三刹那 四刹那也是可以安住的 既然他们两个 一刹那间当中 互相并存 那就不是不并存了 应该说是并存了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说 不并存香味 不并存香味 不能这样说的 如果你说一刹那间当中 也是不能并存 一刹那间当中 不能并存的话 那这两个之间 应该有一种因果同时的关系 为什么呢 本来都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能害和所害 能生所生的关系 既然说能生所生的关系 比如说火的微乘 第一刹那间来了 第一刹那间当中 水的微乘也来了 水的微乘和火的微乘 是两个第一刹那间当中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不并存的缘故 力量比较大的马上 这一刹那间当中 把对方的微乘摧毁 摧毁以后 在一刹那间当中 产生 获得微乘的时候 水毁灭的状态 也要产生的话 那么一刹那间当中 能害再产生 它所害的状态 已经出现了 这样一来 那么在一刹那间当中 能生和所生 因果同时的过失 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 大家也是考虑一下 如果别人问你 你怎么回答 我最近翻译《释量论大树》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看 我们佛教的回答 真的外道一问起来的时候 真的有点厉害 我都想 如果我碰到 我是当时的 拉兰陀士的护门班哲大 然后来以为外道 刚才那样的问题 你不并存相味 这是并存还是不并存 如果并存 一刹那间并存 那他们两个都说 不是并存相味 如果说一刹那间当中 也是不能并存 那么一刹那间 有能生所生的关系 这样一来 有因果同时的过失 我当时站在 哪哪多士门口 看我怎么回答 可能是不是很困难 所以我想今天 把外道的观点说出来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 先你不要看下面的回答 下面的回答一看了以后 我们都跟着法陈论师的路走 不是很困难的 首先说的外道 说的有道理 然后我们站在自己的观点 当时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真的法陈论师的思路和智慧 非常了不起 不然好像现在的时候 我们世间当中 问的这种特别尖锐的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的 遇到一些知识分子 遇到一些学者 他们有些人 问出来的问题 特别特别地简单 不要说法陈论师 连我们一般的人都是 这个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 中观一明就可以了 马上就可以回答了 可是像这种问题 我想我们有些人 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看看怎么回答 大家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我们现在的世间人可能是 搞经济 搞政治 搞这样那样的乱七八糟 所以真正的真理上面 去思维的很少 以前外道里面真的 不管是对前世后世也好 对轮回涅槃等等 这些方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坚弱 但是我们如果学懂了 因明的思路或者他的理正方法 完全可以回答的 所以下面 我记得应该回答的时候 首先是对方回答的 然后我们自从回答的 用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自从回答的 用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我们自从回答的 用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做这种问题 我们自从回答的 用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我们自从回答的 用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尽管 则敬 北脚传英文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